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幸福课堂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翻滚吧,床单 爱的体操赛 二嘴唇交响乐,亲吻中的旋律 三系上安全带,性爱的过山车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翻滚吧,床单 爱的体操赛 好吧,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 翻滚吧,床单 爱的体操赛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床上运动的论题 更是一门融合了历史、文化、心理学和体育学的综合学科 首先,我们的承认,翻滚吧 床单这个词汇本身就充满了创意和幽默 它巧妙地将床单这个日常生活中的物品 与体操这项充满活力的运动结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关于亲密关系中身体活动的隐喻 在这门爱的体操赛中 参赛者不需要穿上紧身衣或是跳上鞍马 他们的竞技场是私密的卧室 而床单则是他们的运动器械 这项赛是不仅考验住参赛者的体力和技巧 更是对他们默契和情感的一次深刻测试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爱的体操赛可谓远远流长 古埃及的壁画 古希腊的淘气 印度的废陀 文献 乃至中国古代的春宫图都是这项赛事的历史见证 这些艺术和文学作品中 不乏对翻滚吧 床单的生动描绘 它们展示了人类对于爱与星的探索从未停歇 在文化层面 爱的体操赛也是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这项赛是有助不同的规则和风格 比如 在法国 这被视为一门艺术 强调前夕的重要性和情感的交流 而在一些保守的文化中 这项赛事则可能被视为私密 且不易公开讨论的话题 心理学家则对爱的体操赛中的参赛者 进行了深入研究 发现这项赛事对于建立信任 增进情感联系 以及提升生活质量 都有助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然 这也是一项高风险的赛事 可能会导致情感的伤害 甚至是生理上的不适 最后 在体育学的视角下 爱的体操赛无疑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 它能够锻炼人的心肺功能 增强肌肉力量 甚至有助于燃烧卡路里 不过 别忘了进行适当的热身 毕竟 我们可不希望 在这场赛事中出现运动伤害 总之 翻滚吧 床单 爱的体操赛是一项古老而又现代的活动 它设计的不仅仅是身体 更是心灵和情感的交织 在这门课程中 我们将继续探索这项赛事的奥秘 但记住 这门课程的最终考核 可不是在教室里进行的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记得做好笔记 下次我们将讨论爱的体操赛 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 下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嘴唇交响乐 清吻中的旋律 各位亲爱的听众 今天我们将来 探讨一个古老而又亲密的人类行为 清吻 或者如我们今天要称呼它的那样 嘴唇交响乐 这是一场无声的音乐会 每一对嘴唇都能演奏出度一无二的旋律 首先 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清吻 清吻的历史 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 古埃及的壁画中 就有清吻的描绘 而在古罗马 人们则有不同类型的清吻 从有意的清吻 到激情的热吻 但是 这些都不是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嘴唇交响乐 嘴唇交响乐 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和生理的交织 当两个人的嘴唇相处时 他们不仅仅是在交换唾液 虽然这听起来 不是特别浪漫 他们还在交换信息 从气味到味道 从出感到温度 这是一场无感的盛宴 每一个细微的变化 都能影响这场交响乐的旋律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清吻中的旋律 清吻可以是柔和而缓慢的 就像一首萧邦的夜曲 缓缓流淌 充满了情感和深度 有时 它可以是快速而激烈的 就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充满了力量和激情 而有时 它可能是轻快而俏皮的 就像莫扎特的小夜曲 带住一丝调皮和欢乐 但是 清吻并不总是完美无暇的 就像一场真正的交响乐 有时会有失调的音符 也许是因为紧张 或者是因为不熟悉对方的节奏 导致了一场小小的音乐灾难 但是 就像任何好的音乐家 随着练习和熟悉 这些失调的音符 会逐渐变成和谐的旋律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到 清吻中的化学反应 当两个人清吻时 他们的大脑会是 放出一系列的化学物质 包括多巴胺 血清素和催产素 这些化学物质会带来快乐 陶醉和亲密感 就像一场交响乐中的高潮部分 让人心醉神迷 所以 下次当你和你的伴侣 进行一场嘴唇交响乐时 记得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行为 这是一场复杂的情感和生理的交织 一场无声的音乐会 一场只属于你们两个人的旋律 现在 请放下你的笔记 关闭你的大脑 去找一个愿意 和你一起创造这场交响乐的人吧 祝你们的演出成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吸上安全带 心爱的过山车 好吧 同学们 请吸好安全带 我们即将启动一段 穿梭于历史的 心爱过山车之旅 在这趟旅程中 我们将会经历高低起伏 并且探索人类性爱史上的一些 有趣转折点 请记住 这是一堂学术课程 所以我们将保持专业和尊重 但同时 也不忘加入一点幽默 毕竟 心爱本身就充满了欢笑和快乐 首先 让我们回到古埃及 当时的人们对性非常开放 他们认为性 爱是生命的一部分 甚至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想象一下 法老王可能在尼罗河畔 举行一场盛大的心爱仪式 而这在当时 可能是为了保证丰收 或是祈求神明的庇护 这种情景在今天的社会 可能会引起一些眉毛的挑战 但在当时 这是完全正常的 跳到古希腊 心爱不仅是身体的享受 还是智慧的交流 百拉图的百拉图是爱情 就是一个例子 它强调的是精神上的 联系而非肉体上的 当然 这并不意味 祝古希腊人不喜欢肉体上的乐趣 他们只是有时候 喜欢把事情想得更深一些 再来 我们快速前进到中世纪 心爱在这个时期 变得有些 嗯 让我们说受限 教会对性的看法 变得非常严格 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寻找乐趣 实际上 这可能只是让他们更有创意 比如 有些中世纪的文本 提到了夫妻之间的心爱手册 这些手册 提供了关于如何在 不触犯教会规定的情况下 享受心爱的建议 现在 我们来到了维多利亚时代 这个时期心爱 被看作是一种羞耻的事情 至少在公众面前是这样 但是 这并不意味住人们 就停止了心爱的探索 事实上 这个时期的一些最有趣的心爱发明 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 比如振动按摩器 最初是作为治疗女性 歇斯底里的医疗器械 最后 我们来到了现代 心爱已经从过山车的最低点 攀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性解放运动 性健康教育的普及 以及科技的进步 使得心爱不再是一个经济话题 而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和探索的领域 从手机应用到虚拟现实 心爱的过山车现在 有了更多的回旋和翻转 让这趟旅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刺激 所以 亲爱的学生们 当我们在这趟心爱过山车上继续前进时 请记住 无论历史如何起伏 人类对于心爱的探索和享受从未停止 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的一部分 也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 现在 请解开安全带 我们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记得 探索是知识的一部分 但请始终保持尊重和责任感 下课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一些有趣的话题 从爱的体操赛到嘴唇交响乐 再到性爱的过山车 这些话题不仅仅是关于身体和性爱的 更是关于人类历史 文化和心理的一部分 这些话题告诉我们 爱和性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它们不仅带来了肉体上的快乐 还能丰富我们的心灵和情感 从古埃及到现代社会 人们一直在探索和追求爱和性的各种形式 这是成千上万年来不变的真理 在这个充满信息和资讯的时代 我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这些话题 并将它们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但请记住 这些主题是私人和敏感的 我们应该始终以尊重和责任的态度 来探索和讨论它们 我希望今天的课程 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娱乐和启发 并让你对爱和性有更深入的理解 现在 我邀请你们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对这些话题的想法和经历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是否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出 请留言 让我们一起继续这个有趣的对话 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